美军用密基战武器系统击落胡塞武装的反舰巡航导弹 对比中国的1130落后的不是一点半点 我们观察美军在鸿海以胡塞武装展开的高技术兵器消耗弹 美军在此前的对抗中似乎不愿意承受风险 哪怕是遭到胡塞武装2000美元成本的无人机 也要发射成本超过200万美元一发的标准2导弹对其进行拦截 这样就能够在距离舰艇20公里之外将目标击落 以大幅提升军舰的安全性 直到前两天 美国海军的驱逐舰格福利号进行了一次生死实术版的拦截 也就是利用最后一层密基镇禁方炮 在1.6公里外击落了一枚胡塞武装发射的雅一柱反舰巡航导弹 这就引发了外界的猜测 美军到底为何要如此冒险呢 首先 其实最大的可能性是胡塞武装的反舰巡航导弹 已经突破了该舰的标准2远程防空导弹 和改进型的海麻雀防空导弹构成的两套防空网 是美军导弹拦截失败之后 被迫用密基镇武器系统进行拦截 如果是这样的情况 那可不是美军战术上的成功 而是一次生死实术和盲命惊魂 第二种可能是格雷夫利号驱逐舰出现了舰载防空导弹消耗一空的情况 但这种可能性并不很高 如果真的没了导弹储备的话 那么美军必定会安排舰艇进行轮换 或在海外军事基地进行导弹补充 那么第三种情况就是 美军试验性的选择 用密基镇计防炮来拦截飞行速度相对较慢 雷达红外特征非常明显的雅音术循环导弹 如果这是真的 那也是美军评估这枚反舰导弹的弹道固定 完全在密基战武器系统的拦截范围之内 成功的可能性超过99% 说实话 这种可能性也不高 因为一旦拦截失败 后面就是美国军舰被命中之后的惨烈 这是以美国大兵的生命为代价的 不说军事意义 光是胡赛武装 击中 击伤或击沉美国军舰这件事 足以对美国的海上霸权和技术优势造成沉重的打击 第四种情况就是 美军为了降低交换比 也就是使用标准2标准6和海麻雀都玩不起 被迫选择用禁防炮进行拦截 相比于美军的舰载导弹 密基战武器系统发射20毫米的炮弹 速度大概是每分钟4500发左右 用于拦截亚银术反舰导弹时 可以发射4到6次 但是成本要低得多 对于财大气粗的美国来说 为了省钱 使用密基战武器系统进行战术冒险 恐怕也是不大可能的 显然真正导致美军动用密基镇武器系统的理由 正是美军的宙斯盾系统 在应对低空飞行的巡航导弹时 出现了严重的漏判和误判 密基镇拥有自己独立的探测和火控系统 是对宙斯盾系统的一个补充 也是军舰的最后一道防线 这也意味着 这次成功的拦截不是美军的一次胜利 而是宙斯盾系统的耻辱 美军的密基镇武器系统很先进吗 当然是比较先进的 因为很多国家的军舰都配装了该系统 但是比起中国的主力战舰上 普遍列装的1130进方炮 还是落后了整整一代 1130进方炮的射数高达每分钟一万一千发 其有效射程超过三千米 由于口径更大 因此它的威力也远远超过密基镇武器系统上使用的20毫米多板炮 中国的1130进方炮同时配有雷达红外跟踪系统 最新的型号还配备了有缘向水雷达 理论上可以拦截最大飞行速度达到4马赫的反舰导弹 并且可以同时拦截多个漏网的目标 而美国的密基镇武器系统不但射数低 有效射程短 而且只能同时对付一个目标 从理论上讲 密基镇难以应对超音速反舰导弹的打击 在火力密度上 以中国海军的差距相当大 西方工人的最先进的舰载进防系统 是荷兰研制的守门员进防炮 其射数为每分钟4200发 而且它的射程也要比密基镇更远一些 中国过去所使用的730进防系统 其水平以荷兰的守门员相当 同样落后于1130一带 美国的密基镇武器系统 这次虽然取得了战果 但是无法证明美军的宙斯顿系统的强大 反而是一次亡命惊魂 如果这样的场景再多出现几次 美国人搞不好就要到鸿海去喂鱼了